非常简单的结构 俗称两根弦的倾诉者 能够非常丰富地来表达 亚洲人的一些内心 细腻色彩及其变化的乐器 《公民二胡》成立于09年 每年都会举办《二胡》专场的演出 这次已经是第13场了 历经13年的《公民二胡》工作室 与所有的学员们 用《二胡》不断地 在尝试多种类型的音乐 以及创作 此次的线上音乐会主题是 Jour Sound of二胡 也就是希望能够把二胡这个优美的声音 通过不同的作品 以及形式 传达给在线的观众朋友们 这次演出的作品非常丰富 有二胡经典曲目《新赛马》 以及中国风新作《易江南》 还有就是邓令军的经典老歌 《我只在乎你》 另外还参有韩国电影作品 是钢琴演奏家以及作曲家 在一起 在此为大家呈现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说音乐是艺术的一种形式 也是一种语言 二胡 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 俗称两根弦的倾诉者 能够非常丰富地来表达 亚洲人的一些内心 细腻色彩及其变化的乐器 《公民二胡》成立于09年 每年都会举办《二胡》专场的演出 这次已经是第13场了 历经13年的《公民二胡》工作室 与所有的学员们用二胡不断地 在尝试多种类型的音乐以及创作 此次的线上音乐会主题是 Jour Sound of二胡 也就是希望能够把二胡这个优美的声音 通过不同的作品 以及形式传达给在线的观众朋友们 这次演出的作品非常丰富 有二胡经典曲目《新赛马》 以及中国风新作《易江南》 还有就是邓令军的经典老歌 《我只在乎你》 另外还参有韩国电影作品 Old Boy 背景音乐 The Last Words 以及世界家喻户晓的 Fly Me to the Moon 还有就是艺术与浪漫优雅融合的 法国相送 巴黎的天空下 著名的爵士曲 L O V E 另外还有大合奏 日本动漫之王幽灵公主的 Asitaka的陈奇 韩国非常著名的一首女艺剧作品 是钢琴演奏家以及作曲家 庭光明所作的The Way to School 此次演出是由我与公民